好戏好茶之外还少不得好景 湖南智力发展旅游 缆客的招数五花八门 光以这个张家界来说呢 在景区内有缆车 电梯电车滑道 各式各样的观光交通工具 应有尽有 另外他也仿照了桂林 推出了石井山水剧 把当地狐仙爱上侨夫的传说 融入了天门山的自然风光当中 也难怪一年能够吸引 三千五百万的游客造访 成为大陆旅游圣地当中的翘楚 拿地球寿命来衡量 三亿年算不上古老 却足以为这片土地 刻画出震慑人心的印记 这些景观平时都很 基本上没有机会看到的 还是相当震撼的 很有特点 怎么说 就是看五五指风啊 就是五根手指嘛 他导游说是这样的手指 这里是张家界 风化剥落形成的沙岩峰林 千姿百态陷俊雄旗 林空普世是一览神山秘境的最佳角度 这些要走发的人 不到黄石寨往到张家界 黄石寨所到全长1013公尺 高地落差达140层楼 与猫缆戏出同门 连水晶车厢也眼熟得很 中英日韩四种语言任意切换解说 展现的是张家界的国际化 也是台湾人的周到细腻 张府人来自台中风源 十年前看上这里的风光 先后投资1.5亿人民币搭建缆车 开发景区 如今一年游客接待量超过200万人次 营收近人民币1.2亿 我们姓张就感觉说特别亲切 这个是张家的地盘 所以感觉特别亲切 所以而且那么漂亮的地方 所以当时没有经过评估 就答应了 吃了壮胆料来的 乔治医生古迹打扮 很难不笑出来 但下一刻恐怕笑不出来 大峡谷滑道长达620公尺 由花岗石板拼气而成 滑行时全凭手脚控制速度 步行跋涉要半小时的距离 只需要三五分钟就能抵达谷底 玩好久要玩 好久要玩了 可以玩那么久的滑滑滴 很开心好玩 想再来一次吗 还想 编车 天梯 滑道 电车 张家界 编客狠行 不只在观光交通工具上 推陈初心增加体验途径 玩得更有feel 还不忘加入 时下最夯的文化元素 音效跟灯光其实非常方过 感觉非常的不可思议 天门狐仙改编自湖南花鼓戏 经典巨马 将白狐仙与乔夫刘海的爱情故事 搬上山水石井的舞台 与高耸露营的天门山浑然呼应 当你把国外的音乐剧 放到中国的山水之间来演出 这个是革命性的 这么大的山水之间 你看不到人的脸和身 和人的看不见 你怎么演 怎么感动观众 入场门票最便宜188元人民币 近900块台币 比起大陆其他同类型的石井剧 不算高 但这里就是有办法 让观众费加码掏出钱来 天道酬勤 作品下款 苍天不负更运者 大地总酬勤奋人 1200元 1400元 趁着演出空档 递进其力 物尽其用 拍卖书法画作 一个晚上下来 也总有个万八块入账 不过能创造上亿人民币的年营声 现代技术的应用才是吸睛关键 不论是全场3000平的漫天飞雪 还是横跨60公尺的飞桥相会 最终使用了大量声光科技 机械特效 营造出一幕幕令人惊异的奇幻场景 3000名观众无不泽泽称奇 光是最后三分钟的桥段 造景费用就占了总投资1.2亿人民币的两成五 剧场是在海平面海拔300米的位置 而我们的最高的灯光是装在海拔1500米的位置 我们整个一个灯光的铺设就将近一年的时间 09年电影阿凡达的全球热映 点燃张家界旅游产业的发展引擎 一年3500万名中外游客造访的傲人数字背后 是从青山绿水中找到经济搭台 文化畅系的乾坤柱 今天我们为湖南的特色产业做了一集节目 我们看到乡君不只会打仗 做起影视文化和观光 也发挥了打仗拼命的精神 样样都要做到最好 也将传统文化底蕴重新再包装 在大陆广大的市场中独领风骚 今天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